东北烤柚和蚕涌下来 装滑了刘海害的 这个打力法式刘海的方法呢 适合所有不会用卷发棒 以及纸板夹的姐妹 截完头之后准备一把这样的梳子 用最低档的热风去吹刘海 边吹边翻刘海 吹到这种半干的状态 长的提起来 侧面的这两搓呢就这样 往后去卷它 前面的头发就往前卷 继续用低温去烘它 然后给额头就疯狂的定妆 用的额头太容易出汗了 只要一出汗 刘海必有 可以随身现在这种 有蜜粉定妆效果的吸油纸 对于吸额头以及定妆很管用 看到很多韩国爱豆 他们的上班照都卷的卷发桶 因为这个卷发桶 它不仅仅让它保持卷度 而且可以让刘海不油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该干嘛干嘛 自由地出来刷 这一年大了 喝茶比喝咖啡多 没见人钱呢 就把这个卷发放下来 效果有点夸张哈 不过没关系 众所周知 这个法式刘海吧 走两步它就直了 一熟开它是不是就 没刚才那么夸张了 定型用这种比较自然的 海盐喷雾 千万没有这种铁刘海喷雾哈 本人清测 铁刘海喷雾呢 只适合后刘海 然而我们法式刘海 其实它是没有几根的 铁刘海喷雾 会让我们前面这几根头发 像出油了一样 结在一起 把门链掀起来 少量的喷在根部 放下来之后 再少量的从头顶去喷 你看这里 它实际上是有一点定型 一根一根的定型效果的 然而我们的发尾 还是非常的蓬松自然 侧面也要来一点点 这样子定型之后可以看到 侧面看到这两边 都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八字弧度的 然后正面看啊 也是就是 正面看就是你随便要乱拨它 它也不会就是走形 然后一直要很蓬松 可以出门吃烧烤 这是我第一次吃烧烤 还是又在害怕 加油 待会我帮你吃一块铁 不要了不要 你再吃吧 什么感觉 什么感觉 这是好吃的 哈哈哈 你看这个心里有点喝 这个 哈哈哈 打扰了 家营们 中华乐